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5号 今天礼拜二 哎呀 昨天运气真是好啊 昨天运气 都爆单了 差不多我从5点送到 9点 4个小时 我差不多有做了 Uber 接了两单18块钱 然后呢 Grupa 接了五六单 我忘了 反正是88块钱 总共是100 100多一点 是吧 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但是今天呢 生意就明显淡不少了 这啥回事 这不让我走还是什么的 今天怎么那么多啊 这 哎呀 今天是 现在是下午的5点10温 跟昨天的时间差不多啊 现在是温度呢是15 6度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接了这单是Uber 的 9块钱 大概4卖多 4卖多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送 可以说非常近啊 大概也就是开个 开个15分钟啊 我抢一下 大概15分钟 4卖左右啊 因为这都是 这个路上非常堵 所以说可能是需要时间长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 今天呢 我前几天手啊 一件 又买了将近 200多块钱的东西啊 买了买了买了个书包 这个我想讲一个书包的故事啊 我忘了我之前有没有讲过 我在这里再 再叨叨一遍啊 所以我之前呢 我大概181有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老罗嘛 老罗伯还在整那个手机嘛 突然一个演讲会上啊 他说他收购了一个叫什么 地平线8号的一个美国公司 做一些这个香包啊 背包啊 书包之类的 当时呢 那个在亚马逊上是能买到他做的一个书包的啊 当时大概是 49块9吧好像是 当时我呢 就 哎呀 本来我是要确定要买的 当时181有年我就准备要去上学的 后来各种事儿情况一耽误 加上那个疫情一来吧 哎呀 就 就乱套了 乱套了 这个书包也没买 现在呢 我看到那个 我前段时间看到亚马逊上还有卖 但是这段时间可能是没有货了 好像这家公司好像也快黄了 老罗的这家公司 估计也快黄了 现在只有香包了 没有 只有那种行李香嘛 没有那个书包之类的好像都不出了 估计这家公司应该是黄的 然后呢 前段时间应该是存货吧还是什么 反正突然卖了20个这种输书包 但是价格呢 比18119年呢 就是要贵了不少了 191是49块9 但是现在价格是69块9 贵了20块钱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 早知道 191就买了这个书包了 现在贵了 当时我就想 哎呀 当时还是不买的 想了半天 我觉得算了 不买了 我就买了一个亚马逊销售 排第一的一个 29块9的一个书包 并且有那个USB的接线头的一个书包 那个 销售额 就是 我不知道销售额 但是评论呢 高达2万多条 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爆发 就是说 很多时候你就觉得 买一样东西 是一种情怀 你就说 你买东西呢 是根据你的情怀呢 还是根据你的 就是说 现在是 挑目前为止 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是吧 比如说 有一样东西啊 就是各种人物啊 加持过了 你只要买这样东西就说明你是有这方面的理想气质的 但是呢 实际上你买了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 又贵 又不好用 是吧 就等于说 相争意义大于实际 还不如买一个这种 就是说 价廉物美的 我觉得 要看人吧 还是要看人吧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所谓的 所谓的理想 所谓的坚持这个东西到底 是不是值得 你去坚持的 是不是 很多时候还是说 你应该更入实一点 是吧 更入实一点 你这东西就是说 几乎是每个人 在任何一个场所 任何一个时间段都会遇到这种 抉择 选择的问题 对吧 就像我之前去考试的时候 他的那篇作文的题目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还是买了这个书包 29块9这个书包 买了书包 然后手一件又买了一些 买了一个这个锅 我应该买了好几样东西 怎么感觉就给我这么 这么几样东西 我那个 我查一下 我买了一个书包 对 买了一个锅 买了一个锅 那个锅呢 说实话评论区的评论并不是特别好 他说这锅太薄了 很容易烧 烧壶 而且那个手 手柄是木头的 木头的会烧壶 会烧焦会断裂 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又买了 29块9 29块9 然后又买一个这个 我看一下书包 锅 我又买一个锅 还买了两个汽车的 汽车的滤网 发动机滤网和 这啥玩意儿 和这个空调滤网 我买了一个大概17块钱左右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还买了一个 那个洗面奶 南式洗面奶 也是最便宜的 大概也就是5、6块钱 非常非常便宜 然后呢 最后是一个大件 我买的时候是115块钱 一个大件 什么大件呢 一个桌子 升降桌 为什么买桌子呢 我觉得我要 大方桌 不太好用 不太好用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导航吧 我们确认一下 我们没有走过就好 别说的说的又走过了 这干啥呢 这没有怎么堵啊 为什么感觉这边都堵的不行了 这都堵的这边来的 是扯的 太那个了 你看今天呢就就明显的单子都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响声对吧 我操干嘛他妈一脚急刹车 他顶抱我了 什么什么情况啊 会不会开车 那么开车 我那个看没有 现在是不是怕也不响 我那个 乌尔也不响了 今天明显就就那个了 就慢下来了 哎呀不知道今天能弄 能弄多少钱 哎呀能弄个30 50 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昨天是爆单了 昨天爆单了 昨天又做了七八个单 结果呢差不多对吧 我 我跟别人说别人说哎你我说你说我昨天爆单了 爆单了你知道我昨天那个做了四小时 能赚多少钱吗 那个他说哎呀 有没有两百块 我扭头就走了 我说如果说一个晚上能赚两百块钱 我还我 我立马就去抄 那个抄是 那个抄是司工了 对不对 一晚上能赚两百块钱 那是开开开开开玩笑的 哎呀没有啊 一晚上才一百块钱 这就是很了不得了 很了不得了 你看那个两边的树啊都绿了啊 草也绿了 然后我们待会儿 我待会儿看吧 待会儿有那个 有单子就说我出来再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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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就算了 我看一下这个 哎我怎么怎么回事 也快到了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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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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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的 攻击 好了我们就到这吧 有一点灶 Пом击 加油 你们花线 大家们一蹲 拜拜拜拜 Hello啊现在是6点12分 哎转了一圈 这个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小时接了这么一单 这才叫长倒的速度啊 一个小时接这么一单 叫长倒速度 昨天哪是特子 是special day 就是这位的一天 所以昨天就报单了 一般来说按长导的速度来说 一个小时接一单 这个是常态是吧 我5点多钟接了一单 是9块钱的还是8块钱的 然后这是6点 6点10分解的 现在6点13分了 我这单是接的是8块钱的 8块钱三麦左右 我看是不是 对 三麦左右 总共这两小时加一块 也就是16、17块钱 反正就是 两小时16、17 不是半个小时 也不是一个小时 两小时接这么两单 这才是平常的速度 是吧 平常的速度 哎呀 这感情是昨天是欢迎我回归外卖行业 是不是 所以呢 给我一点甜头 今天呢 就这个圆形毕肉了 是吧 就该多少吃多少 我怎么看到有一个警察在在抄牌呢 这个地方不让停车的是吧 哎呀呀呀 所以呢 是不是啊 现在就是哎呀 干的他妈的 7点6点多一单 7点多一单 8点多一单 干了9点也就接个4、5单 4、5单的话 哎呀 估计今天也就能 能有20、30 能有30块钱就已经很 对人是很了不得了 今天不行了 今天夸了 哎呀 还好我白天也还有一份工作呀 说白天这段工作呢 这个这个钱也不多 我们算一下啊 算一下白天 白天我做了4个小时 我做了5个小时 咱们就算5个小时 5乘以15等于75块钱 再扣掉一个 我看一下 扣掉一个税吧 这也没得15 减掉75 差不多60左右 我能拿到手的是60多那么一点 就是最后我拿到60多那么一点 再加上晚上的差不多 这几十块钱呢 差不多 哎呀 将近100吧 反正一天就这么着了 哎呀 真是 一天赚100块钱 怎么那么费劲呢 怎么那么费劲呢 赚他们100块钱 就这样咱还花钱呢 是吧 还买一个桌子 桌子都花了115 操 哎 还是打完折之后的 原价170多 一个什么桌子呢 一个电动桌子 就是电动升降桌 比较便宜的那种 就是两块木板子合在一起 然后呢 就钉上螺丝 啊 就是 然后呢 它有个小电动马达 可以升高到48寸 48寸是多少 反正能升到我胸部 这个就是我 站立时候的骑胸高度 啊 站立时候的骑胸高度 应该够了 够了是吧 买一个那个桌子 然后呢 我把我现在这个大方桌 我大方桌呢 以前是另外一哥们呢 是用来 怎么说呢 就是用来干别的事的 不是放东西的 他用来干别的事的 一个大方桌 那个是大方桌呢 是他捡来的 在路边上捡来的 我自己的 有一个花了五六十买的一个桌子 那个桌子呢 我花了五六十 我当时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 哎呀 怎么就抽出了 我说 哎 我用我这个小桌子换 你这个大方桌怎么样啊 他说 你那个太贵了 我这个划不来啊 我说无所谓 无所谓 我就给他换了 就是用我的五六十的桌子 换了他捡来的一张桌子 就得说他 哎怎么说呢 倒断了一张桌子 但是我其实我对这钱财这方面呢 看的并不是特别重 你知道吧 我觉得合适 那我就换了 我换你多少钱 我觉得花得来那就花得来 是吧 无所谓 比如说那个什么 但是我也有一些觉得 我不愿花钱的 哎呀这路口很烦人啊 这路口 快快快快呀 这个是凯迪拉克 那个大飞车 快快呀老头 老头能不能快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就去买了一张桌子 大概是下个礼拜到吧 下个礼拜能到过 这样的话 我这些学习用具 我基本上都买齐了 什么书包啊 ipad呀 是吧 笔呀 什么盒子呀 桌子呀 都被齐了 只带学习了 我这还不好好学习 我抽你压的 哎 我抽你压的 我自己就给自己打上耳光了 抽你压的 自己给自己弄这么好的条件 你还不好学习 你还不好学习 是不是啊 嗯 不好学习得抽你大嘴巴子 抽你大嘴巴子 哎呀 这个 反正就是 就是想变着发 变着发 自己能够进入一种状态 老是进入不了一种状态 烦人你知道吗 嗯 为什么这个车老跟着我呀 对吧 加速走啊 我看一看你什么牌照的 黄牌大变黄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哎 我操我这个地址有点怪呀 我看看 我确认一下 我操在他妈高速公路旁边 太牛逼了 这个路走的 现在六阳二十了 因为今天都云 应该没有太阳光了 中午在我下班的时候 三点多 还下了点雨 然后呢 太阳也出来那么一会儿 后来现在云又多了 又没了 哎 买书包了 买了 买的是要买那呢 我操了 该买都买了 还想打地 还想打地 6点二十 6点二十一 嗯 今天呢 今天也没啥好落的 我感觉今天 感觉挺疲倦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今天怎么叫疲倦 昨天还感觉挺兴奋的啊 哎呀 但是今天感觉特别困 不知道为什么 差不多了 我要不快到了 还有几分钟了 往前面一拐高速就到了 好了 进到这吧 进到这吧 咱们这个来日方长 反正每天现在都有时间 到备到了 咱们明天再继续到备到 拜拜拜拜 再见了 哎 刚回到这个windys附近的话 又给了我一单 Grapa的 大概14块钱 五麦多 哎 我想这不就巧了吗 这怎么就巧了吗 刚刚 9块8块 就等于说16块 17块 17块 加上这14块 又 怎么又巧了吗 31块钱 哎呀 正好 哎呀 现在是6点40啊 刚刚回来 刚刚回来 正准备 正准备找个地方休息呢 哎呀 又给我一单 咱这种节奏吧 就很难受 你知道吗 不是一单接一单 那种痛快净 就是哎呀 坐完一单吧 你绕一圈两圈 等 等 等那么十来分钟吧 都没有单子 哎 等你不想等的时候 准备要走的时候 又来一单 哎 就这么费劲 你知道吗 哎呀呀 看看这边呢 我这个 对我这车要修了 哎呀 哎呀 我这车 指定哪出毛病脑层 我自己感觉哪 就不舒服 首先有一点 我减证肯定坏的 我减证是坏的 减证那个 他们都减证的不太影响 就是如果你去载人的话呢 可能会有点影响 就是会非常的颠簸 但是如果你就自己一个人开的话 这都无所谓了 没有必要去修了 修的话就是大几百块钱 大几百块钱的话 那你就不知道了 这车能开多久啊 最多开一两年 基本上这个车就废了 这就报废了是吧 所以说这车呀 在美国来说是个消耗品 你知道吧 千万别 不要把车 这个当作是传家宝 这车天带的车都是他妈消耗品 哎呀 那好像一辆法拉利尤的 蓝色的 不是蓝色的 绿色的吗 不是绿色的 但是来着青色的 很少记得也 然后本来我打乱就这么着的 就是我估计要等到七点多 是吧 七八点钟才来一单 哎呀 没想到这一会儿又来一单了 我本来都不想录了 不想录了 因为我感觉挺疲倦的 然后算了算了 我就不知道又来的没单 这单呢不是在附近啊 在北边 我想到北边很久没去了 这怎么着 哎 就又开始录了 又开始录了 主要是想去北边看看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这单是去这家日餐馆啊 应该算是中日餐 这家日餐馆 在这边取单 但是这边好像没有车位 没有车位吧 好像是有一个车了 好了我们在这儿先取餐了 我们待会儿聊吧 OK 我们取到对单了 我现在出发 大概要17分钟 四麦左右 走高速的话大概14分钟 也是四麦多 四麦多那么一点吧 4.5麦左右 我觉得这个距离上差不多 时间上也差不多了 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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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想买一个电饭锅 这个是不锈钢的电饭锅 不锈钢的内胆 因为大多数电饭锅 它的内胆都是铝的 铝涂层的 所以我觉得涂层的那个东西 你如果是涂层去掉了之后 是非常非常就是 就和铝接触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不建议用那种铝的涂层锅 这是啥意思 变红灯了 在这儿白等了吗 所以我觉得吧 我去买一个这种 看看这个怎么样 不锈钢的这个锅怎么样 make your life simple 这个是2月17号 今年的一个人买的 给了个五星好评 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没有 这个电饭锅很大 这个电饭锅可以沾十杯 十杯米吧 不对不是十杯 十杯是五过的米 我看一下十杯 五杯就是五杯没有煮过的 就是10 caps cooked and 5 caps uncooked uncooked black 黑色 这个电饭锅还是可以的 他可以煮五杯 五杯的话 我看一下平常呢 平常我那锅子差不多 也就煮个三杯 已经差不多满了 煮五杯的话 这个锅子还是算是比较大 算是比较大 我打抖啊 我打抖啊 抖高速也抖啊 抖高速也抖啊 打抖 抖抖 想买个啥呢 这个东西吧 可买可不买 不买也行 这东西都我所谓的 嗯 这个不需要买 对我其实最想买的是买一个电动的 T恤刀 非礼服的 我看好有一款型号叫7100 但是我不知道国内的型号 是不是也叫7100 这个呢 大概99块钱 我大概是很前年就看 就看中这款了 但是我就是一直下不了狠心啊 哎呀 不知道反正这东西很难说 你说买100块钱的座是吧 我一下子就买了 买了100块钱的T恤刀吧 我就犹豫再三 斜门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 哎 奇怪 我也是觉得这个东西吧 也是有区别对待 对还有一个 大概89块9的 对 780的有一个叫什么 高尔夫测距移 我说到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东西啊 就是有个高尔夫球的测距移 但是呢 它不仅仅可以测高尔夫 它的名字叫高尔夫 高尔夫运动测距移 它可以测球的高度 速度和距离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测距移不仅仅是可以测高尔夫的 有可能它可以测其他的东西 我就不细说了 大家可以去联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也一直想要买 哎呀 狠不下这个心了 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哎呀 没有错 没有错 吓我一跳 我就会走错路了 看看还要买啥东西 哎呀 这小东西吧 我下不了决心 你想买桌子这种大件东西吧 说买就买了 但是还有啥东西 键盘鼠标我都不需要买了 我本来想买一个罗技的键盘鼠标 大概加起来也差不多 键盘是117块钱 鼠标大概39块钱 我本来想买这个一号的话 差不多也将近150块钱左右 但是我那天买了一个 大概20多的一个有线键盘 所以呢 我就暂时我就不太想买这个键盘和鼠标了 哎呀 所以 所以 有没有信号吗 看看这是怎么走吧 很久没过来了 嗯 哎呀 我现在哈欠淋淋 看北边 看能不能路过海边 咱们今天能不能去海边转转 现在气候不是特别好 现在气候吧 感觉就是有点热 热中带凉 凉中带热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不舒服 嗯 减盘 看到了吗 对 这个罗技的这个鼠标 好一点的鼠标 差不多都是99美刀 你知道吧 都很贵啊 不买这个不买这个太贵了 很贵 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些吉他的弦就算了 我那边也买了很多弦 这个弦这个 这个艾利克斯的弦呢 大概是十五十七块钱 这么一套 买三套的话 差不多也就 差不多要二三十块钱了 我觉得划不来 哎呀划不来就算吧 我看看看看那样 感觉这条路怎么有点歪呢 哇 海外还是漂亮的啊 我已经迷过来了 我们看看有没有跳 哎呀看不到 你们是看不到啊 我是在侧面的看到 你们只能是看前面了 因为我的摄像头 不会拐弯 我们现在要往这边下了 这边其实是一个墨 这边也是提满的车 什么哪哪都是都是车呀 这么多人去吃饭嘛 这些人靠什么赚钱呢 他怎么怎么 天天到面吃饭呢 你说你每一顿到面吃饭的话 你一顿你就算 就算一百块钱吧 是吧 什么的 一天帮他们吃饭 他得花三百块钱 那你还要不要 这把租房子了 还要不要开车了 他妈的一个月 你不赚一万块钱 根本就吃不起啊 我就吃不起 我昨天看了一个香港的一个片子 说是今天好像不路过公园 看了一个香港的片子 这片子讲什么呢 讲一个差不多也差不多五十多块六十的一个哥们儿吧 五十上下的一个哥们儿吧 在香港一个小的饭馆里面 当服务员还要洗盘子 哇这几次很漂亮 西洋西洋几次 然后洗盘子 大概在一万五 一个月它的工钱是一万五左右 我说这一万五港币也不算少了 对不对 一万五港币也不算少了 你像那些飞用 他们才赚四五千块钱 对不对 你平常在饭馆里刷个盘子 能到一万五 算是很不错了 这些大的公园 我以为这里有一样进车的人 我们看一下往哪走啊 好了快到了 我们待会回去路上再聊一会吧 从庄园出来了 这边全都是庄园 一个山坡上面 有盆山道 开过去开上来开 开下去 这种的一个小的郁金香 很漂亮 我们现在要回去了 这一家就做完了 这么快 这么快十几块钱到手了 7点10分了 哎呀 真是 今天又断到30了 可以了 自主了 30我就很自主了 这边好像不太好看 OK 我们现在回去咯 现在我们回去咯 回去了 大概16分钟 16分钟 六脉到Jerrick 原路返回 哎呀 今天差不多了 嗯 这个这个 卧槽 我说怎么这个Uber不响了 掉线了 下线了 哪哪 不给你一个 365 这个号码真是好 我说怎么半天半天不响了 原来自动下线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的Uber很费电 一会儿 我的手机就没电了 嗯 怎么收起来 哎呀 这个这个有个大水塘子 如果是我 我拥有这个房子的话 我就在这个水塘子里面 种一些这个莲藕 莲藕 莲花 这个时候呢 这不马上到5月份就有份了吗 到夏天了 马上就会 就会开出很多莲花出来 漂亮的 哎 当然我只是想想一下 哎 别说种莲藕了 你啥也不会呀 你这个五股不分呢 你还种莲藕 从这儿又得往上面 往桥上面走了 桥走两遍了 快快快 3 2 1 打瞌睡呢 这哥们的 什么这瞌睡 波路口呢 千万不要打瞌睡啊 打瞌睡波路口 这是这是没事儿找刺激 哎我又来了 又这太阳出来了 我看见没有金光闪闪的太阳 今天就到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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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不聊了啊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 哎呀哎呀哎呀 7点10分了 7点12分了 13分了 差不多太阳下山了 大大小时 Floverty 这个名字叫花山 这个咋懂啊 这个 这我不会懂了 有一个带单 有个单子来了 是往这儿走吗 哎呀走错车道了 那算 往这儿走 谁不好走啊 6块钱 6块3毛8 5.6买什么车道 这个地方我就 我都 我每次在这都会走错车道啊 走错就走错了吧 我们往前面走一走 我们去那个墨里 一样的 你往右往左啊 哎呀 来个移情换移 哎呀哎呀 哎呀 我操有警车在这儿看见没 这个时候就得小心点了 估计又给 应该是 逮了一个人了吧 这个路口还 这个路口也没上 这个路口也没上 这个路口也没有摄像头 前面的路口也有摄像头 但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地方能逮人呢 这是公交车牌呀 车牌前面不让行车吗 我看一下 我按一下曝光啊 曝光 我按一下太阳的曝光 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天气是 是这样的 哎 来了 来了一单了 看看这单多少钱 不是怕的啊 12块钱 12块6毛 嗯 6.5外 有点远 是一个回头单 算了 这不接了 这回头单就是我们刚 我们刚过来的路上 所以我得绕一大圈 哎这不接了 太远了 12块 哎呀 如果是13块钱我就接了 好了接到这了 拜拜拜拜 拜拜